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澤西第一位的受贈慈濟委員 也是第一位負責人 林綠蓉師姐 全球觀眾大家好 阿民師兄好 感恩綠蓉師姐 以及他生命中的貴人 帶他回花蓮盡視金色 敬見正言法師的林信惠師姐 全球觀眾好 阿民師兄好 感恩兩位 說到了新澤西 因緣不可思議 從一開始的聯絡處到 知會到分會 您可以說是 幕後的推手 領頭羊 火車頭 但是跟他報告 一開始綠蓉師姐很用心辦茶會 往邀天下善事的時候 竟然接到了律師的純正信函 因為鄰居們誤認他們家是教堂 聚眾集會 到底怎麼一回事咧 影片完之後 我們來話說重頭 當進來的時候 那一念心是非常的單純 純粹只是想說 因為孩子大了想要回饋社會 那剛好因緣巨竹也就這樣進來 那時候紐約之會 他們就頭一次到紐澤西辦茶會 就在我們家 那次的茶會在我們的小小的房子裡面 擠了一百多位 擠到水屑不同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擠 就在因緣巨竹之下 就真的就慢慢成立 應該是1995年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在1994年受鎮 那受鎮完之後 那有姻緣跟著師賢師兄跟敬禮師姐 那我們就回台灣水屍 我記得那一年的水屍就 全美國就我們三個人代表 所以那次的水屍給我很深的印象 而且也種下我立志要當辭職志工的這個意願 因為看到了全省上人在行腳的每一個地方 台灣的師兄師姐對慈濟的認同 讓我也覺得說 我應該也是這裡面的一份子 就是說以身為慈濟人為榮 所以真正的回來之後就更積極的勸募會員 所以我們在1995年的3月12號 正式成立聯絡處 越來越多的人投入 越來越多志工 所以你會覺得說 真的辦那個小小的茶會都不夠地方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開始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考慮 幫我們自己找一個永久的家 1996年的時候就已經決定要找一個永久的家 但是姻緣也一直不具足 直到五年之後 我們才真正地找到自己的家 我們找到很多遺憾的地方 我們找到很多遺憾的地方 我們也找不到這些人 我們也找到一個學校 我們也找到一個學校 他們增加了錢 我們不能夠繼續往下這個 我們只能夠找到一個居住的家 我认为这屋建议的建议是在建议中的建议中 我认为这屋建议中的建议中 我认为这屋建议中的建议中 第二个认为我们必须要建议这屋建议的建议 我们必须要建议这屋建议的建议中 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建议中 是14年前的建议中 他们没有一个奉行的建议中 他们没有一个中国的建议中 他们不太舒服了 And how did you end up gaining their approval? We got to have a good team to make the world be able to convince township to get approval So instead of use a Chinese face go there to do the presentation I actually hire a running lawyer who is American Certainly we fell for the first time They're saying what happened with the traffic? You know you're going to have a school Sunday? So we hire a traffic engineer We are very organized Every time we go to the township we are well uniformed On the last time I brought one of those about eight minutes after September 11th event of the firm They do care about what we do locally After that we got approval 209 of the interface which is Thanksgiving Right after finish that the audience from the local residents asking Siji had done so much worldwide What Siji had done to Cedar Grove? And we come to the idea saying let's work with the township See what they need the most And then we end up with a meeting with Mayor Bob Otoa We had a small garage was running the food pantries But actually that gentleman passed And then whole program was done But the September of 2010 We're starting our first operation of the food pantries And I feel very proud of them And I appreciate all the...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y put effort to make it happen And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真的是福田一方 邀天下善事 新年萬榮 造慈濟世界 要一生無量 就要從第一個種子來說起 律勇師姐聽說您在台灣 其實就知道慈濟 就是慈濟的會員了 對 那時候是公司的小姐 她就說 你要不要做好事 我說做好事 當然要 我說那怎麼做 他說你只要一個月間一百塊就可以 那我想我們家五口嘛 我說好了沒關係 你每個月到我銀行帳號去扣 去扣錢就好 所以當時是以這樣 但是還是不認識慈濟 直到他送我一本慈濟叮鈴雨的時候 我才就在飛機上就翻翻 就看到這是慈濟 而且是慈善團體 那這個就是跟我當初 就是一直想說孩子長大 要怎麼回饋社會 不抹而合 所以那本慈濟叮鈴雨 讓您從台灣帶到了美國 並且讓你在美國展開了另一段慈濟的姻緣 聽說是參加感恩節的一個參會 對 那時候我的一個朋友 他感恩節每年都有邀請朋友到他家聚餐 那那一次剛好就是有紐約的朋友過來聚餐 那我們就是飯後的大家聊天嘛 居然有兩個人在講慈濟 我想這個慈濟是不是我繳錢的這個慈濟 那時候就有就開始越想好像越有趣 那我就去參加他的聚會 其實在飯後你知道美國美國的華人嘛 他們很喜歡聚餐聚餐之後飯後就聊聊天聊地 聊政治 聊那女生嘛 總是聊珠寶採購 但是只有這兩位他不再講也不講政治 也不講採購 就講說什麼什麼慈濟 那我就很好奇 就因為我們這個這個小組是最少人的 但是我就就很好奇 就進去以後就說 這個就是我我在繳善款的這個慈濟 所以有這個姻緣跟莊師兄 高師姐他們有個聯絡 那也就因為這樣 他就說紐約西東還沒有慈濟人 你幫我收善款好了 我說好那簡單我可以幫你收 那怎麼認識幸惠師姑呢 他那時候在臺灣不是嗎 對那時候就是我認識的紐約的師姐之後 那那一年我剛好要回臺灣 他說你回去你就去找我們臺灣的師姐 他們可以去建議你 可以讓你去了解更多慈濟 是 所以我他給我十幾個電話 我打了十幾個電話都沒有 都沒有人接電話 二十幾年前沒有手機了 都打室內電話或是公司的電話 都沒有找到人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姻緣非常好 唯一的回我電話人 就是我的現在的母親 幸惠師姐 這樣他如何找到你 聽說跟你叫達魯基很有關係 對 是這樣 那一年我去紐約參加開幕 開幕一次 那要回來的時候 紐約的師姐跟我說 紐真希有一位師 有一位菩薩很發心 他如果回臺灣的時候 請你幫忙照顧他 是這樣 那我就回到臺灣以後 我就等 等電話沒有 那我常常跑來跑去 那有一天就接到一通電話 就是他打來 他說我找人信惠 不在 就這樣就刮斷了 不熟悉跟機器講話 對對對 然後我就想這下怎麼辦呢 他也沒留電話 那我猜一定是他 可能是他 所以我就 我就在達魯基改了問候語 我就寫 我就在問候語說 如果你是美國的師姐 請你留下電話好嗎 那結果改了電話 結果我同學打來跟我說 只有美國師姐可以留電話 我們都不可以留嗎 這樣 但是後來他果然是 真的留了 留了電話 我再打回去 我就跟他說 那你什麼時候回去 他說後天 那我說那我明天要去花蓮 你要不要去 他馬上說好 我們兩個就約在機場 沒有見過面 就約在機場見面 就在機場見面 就在機場見面 你們就從松山機場飛回花蓮 你帶他第一次進到金色金色 見到上人 金色見到上人 其實我那時候不知道上人 說師父 師父 那個我們紐澤西很多家庭主婦 都不開車 不開長途的車 那也沒有到紐約 所以我們在紐澤西 就沒有這個實際可以做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成立個分會 成立個之後智會 或是什麼 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 我們的體制 不知道組織 要從聯絡處到智會 然後才有分會 但是沒有想到 有一天真的變成分會了 所以1993年的感恩節參會 你認識了來自紐約的一對夫妻 知道了慈濟跟你過去捐款的慈濟 是同一個單位 所以隔年1994年 您回到臺灣跟信惠師姐見面了 帶您回金色歸一的上人 成為上人的弟子 所以回去之後 聽說信惠師姐去的時候 你就邀請他來你們家辦茶會 對 就是他第一次的茶 因為回來以後 我有打過電話給他 我就說那你現在怎麼樣呢 回去他說他還在打球啊 還在打網球 打網球 那我就說那怎麼樣 他說應該來辦一個茶會吧 我說OK 由您比較瞭解慈濟的人來說 慈濟給大家聽 對對對 那結好緣嘛 在家裡辦嗎 對 在他家裡 他家裡不大 但是擠滿了人 那時候我很感動 我想一個這樣子 還沒有很投入慈濟的人 就可以辦這麼多人的茶會 真的非常感動 非常感動 熱得一直流汗 邊講話邊擦汗就是 所以從他一個人 到他跟他家師兄 到幾個人 到現在新澤西受證辭成委員 容董已經超過三百個人了 對 也就是因為辦茶會的關係 接引許多人 那為什麼會接到律師的純正心 以為你們家是教堂 因為在美國他有分商業區 或者住宅區 那我們住的是住宅區 那就是說你這種每個禮拜的常態性 把整個的我們的社區 是一個quart 是沒有 不是說一般的大道這樣 那車子都停滿了這個quart 鄰居要出入很不方便 所以真的非常剛剛好 就是因緣俱足 我們已經覺得每個禮拜 那麼多人在我們家 已經容納不下了 所以才會想說 我們應該是出去找個 找個一個固定的一個會所 是 我們剛剛找到 就剛好接到純正信函 所以這個時間是剛剛的好 我想一切都是好音樂 謝謝 謝謝 綠龍師姐可算是全美國 第一位女性的執行長 而且前後擔任執行長 有將近二十年十九年的時間 她去過 因為慈濟去過了二十幾個 而目前她關懷的國家有十二個 這當中我們要從多明尼家來說起 請看 一晃眼匆匆十五年過去 此季多明尼家聯絡處十五周年慶的慶祝晚會上 新澤西分會執行長林綠蓉 感恩前後任負責人蔡慈利和張慈輝 帶領著多明尼家的娘子君 無謂艱辛勇往直前 拉羅馬那慈濟小學的畢業生菲利西亞 瘦小的身軀一個人站在舞台上 用嘹亮的歌聲清脆的一字一句 用中文唱出普天三無 這一晚舞台上的每個用心演出 都是為慈濟在多明尼家未來 無數個十五年加油打氣 就地取材落地生根 然後當地化 所以我們這幾年來就是加緊腳步 因為台商一直在流失 所以我們加緊這個腳步來做志工培信 而為慶祝慈濟多明尼家聯絡出十五歲生日 包括美國洪杜拉斯和薩爾瓦多三個國家的慈濟人 也特地組團前來多明尼家獻上祝福 本土志工雲來籍 中南美洲一家親 夹陽過海傳大愛 生生世世慈濟情 在地生根重古典 廣腰瓦殺慈濟情 真的是落地皆兄弟何必一家親 我們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 只是您從這個早期美國慈濟人不多的狀況之下 北關懷到多倫 加拿大的多倫多 南到中南美的多明尼家 現在您關懷上人賦予你的這個任務 有十二個國家 我花一些時間跟大家報告一下 多明尼家 瓜地馬拉 宏都拉斯 沙瓦多 墨西哥 海地 巴拉圭 智利 阿根廷 波利維亞 巴西 聖馬丁 所以飛機成為你 除了開車之外 第二個重要的交通工具 你是飛天菩薩 那關懷多明尼家這個國家 從一九九八年 喬治跟米氣颶風之後 你就至今都沒有停過 問題在美國 你說英文 去到中南美洲 是說葡萄牙文 西班牙文 除了語言上的困擾之外 當時你要把上人的法帶過去 最大的難是什麼 應該是這樣講 他們本身離臺灣遠 然後離上人更遠 對 所以語言說慈濟是一個慈善團體 因為我們都是去政災 對 慈善團體的話 就是他們以為慈善團體很簡單 他們需要什麼就給他什麼 去物資給物資 缺藥就給疫症 就覺得很簡單 但是基本上他們本身都是臺商 所以臺商跟臺灣商會就很密切 因為師兄 他們的家裡的師兄 都是好像歷任的臺商會長 那尤其是中南美國家 因為華人少 所以跟當地的大使館也是非常的密切 所以基本上慈濟我們本身 我們是一個超應該是可以說超越一般的慈善團體 因為我們不跟政治不跟商業有任何的牽連 對 那你要把他們從大使大使館 或者是我們的臺商會把它切割的話 確實是蠻困難 那你除了給他們上人的法 因為我們知道上人他在臺灣這麼多年 我們也完全就是要靠慈濟人自己的 自立更生就地取財 就是在怎麼當地去落實 那我們用我們的慈濟的方式來做救濟的工作 所以在這種完全他們沒有經過沒有 完全沒有接觸過的之前 對他們來講確實是蠻困難的 他們都會說不可能 我們自己去做沒有大使館的資源不可能 那沒有臺商的資源我們也不可能 我說我們慈濟就是做不可能的事 真的因為你當你對別人有所求的話 人家總是會有要求 對 所以我們真的是人道無求品質高 我說我們要做支我們的格出來 因為我們的上人也一直這樣教導我們 所以就是我們的格 那這一點也真的是經過四五年的時間 幫他們慢慢地調調了腳步 才有今天他們可以這樣放手地自己去做 所以你要確定目標 雖然你的高度升高不高 但是你的態度決定了你的高度 你就是帶著上人的法 讓他們知道說原來佛法是可以生活化的 菩薩是可以人間化的 你回想起來有沒有哪個事情 讓你印象最深刻的 多米尼嘉跟我的姻緣是真的是比較深 那因為從九八年到現在沒有停職 每年都會去觀環 那看到我們當地 因為我在週年慶的影帶也提到過 我看到多米尼嘉他們是真的是女人當男人用 那在海地地震的時候 那他們就承擔了轉運的工作 因為很多震災過後 他們要進去幫忙好像受傷的大使跟參事 那時候他們也是這樣單槍匹馬的 就跟著進去把受傷的這些官員救出來 那接著美國人去勘災去發放 那早那時候災後 飛機場都關閉 所以他們這些美國人要進去的話 他必須要到了多米尼嘉之後 那有陸路 當然也有後來政府有提供一些小飛機 不過還是少數 大部分還是搭巴士 搭巴士進到海地 那我們的物資也是都在多米尼嘉匯集 是 那我們師姐們提供他們的倉庫 那等就是用在多米尼嘉把貨櫃拉進去海地 所以上人說多米尼嘉是菩薩的轉運站 因為所有的震災團員 一定要經過多米尼嘉 那他們才幾個師姐們 要承擔交通 生活 然後再甚至要去更加彈設 交涉物資 採購物資 是 是 是真的真的非常的忙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們當初的種子 那現在開發結果可以遍地愛撒 我相信這就是慈濟人 我們覺得最感到慶幸的是 就是幫上人找到很多的好弟子 所以您就像農夫一樣 心情的灌溉 然後女人疼惜女人 師姐挺師姐 你讚他那個地方的師姐 女人當男人用 我想幸衛師姐的眼中 他應該是已經女人跳脫男人 已經超人了 對 不管是飛來飛去 或是很多他的精神裡面 您說你用情意相挺來形容他 他這個 他真的是文武皆備的 文采也很好 然後也很有動力 然後也會講話 你叫他比手語就比手語 就很像 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 真的是非常 而且最近幾年 他真的發展得很好 我開始要向他 我不是開始 我本來就一直在向他學習 真的 他去多明尼加 他去瓜地馬拉 我也跟著去過 他也帶我去看那些苦難的那些眾生 真的很棒 所以你也跟著他的腳步 踏上了許多苦難的國家 對 國家 我不管跟著他去多明尼加 或者是瓜地馬拉 或是到他們的紐澤西 大家都說很感恩綠榮 為什麼大家都會感恩他 因為他不放棄任何一個人 而且他很有情 這個地方他做得很好 當時是帶他 但是現在都在默默地在學他 故鄉學習 因為學無止盡 對不對 我記得這個綠榮師姐 曾在一個分享的最後 用四句話來跟大家做交流 他說 佛助適時我沉淪 佛滅度厚我出身 懺悔此身多業障 不見如來今色身 但聽完他今天的分享 我們發現他真的是發了紅怨大怨 四度眾生得離苦 他要去阿富汗 不管這個願在什麼時候實現 但是我們要祝福他 在今生今世 就可以廣度更多的菩薩 來度上慈濟的法傳 好不好 感恩喔 從一開始的聯絡處 到後來分會 在去年交棒執行長的任務 他的關懷都沒有停止 希望他這樣的一念心 一顆心 勇於帶領更多人 來喜歡慈濟 愛上慈濟 加入慈濟 感謝兩位 祝福